电价大涨 赵刚就痛批蔡政府 让台湾陷入了涨电价 又缺电的困境中 那么事实上就是因为 减核改用燃气发电 让台电已经亏损将近2000亿了 在过去陈水扁贪污 就引起了街头的抗争 可是这一回蔡英文蔡政府 让国家已经亏了1000亿元了 结果还可以继续坐在 总统府里面吹冷气 其实停电或者是跳电 甚至是缺电 不是说好像搭撑一下过去 就算了 像是今年303大停电 在高雄就传出有两名长辈 就是因为突然一下电没有了 而且都很久没有恢复 结果他们的呼吸器无法运作 不能供氧 就这么样去世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供电的稳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 你说很多人如果确诊在家里的话 你说他已经身体不舒服 你要他在家里不能吹冷气吗 对啊 这个治理国家用意识形态 那造成的包括经济的伤害 更包括对全民 在健康上面的危害 那比如说像现在越来越多 居家长照的人 他很多维持生命必须的 这些仪器 当然是需要用电 有一些失能的人 他使用的辅具 也可能需要用电 那更不要说医疗体系 更是用电大户 全世界大概5%的温室气体 是医疗体系所排放的 他包括他的这个手术房 他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医疗作业 都需要用电 那这个一旦电力供应 有问题的时候 民众受到的这个创伤是很大 那更不要说电力的来源 刚刚预防委员也提到了 像火力发电 空气污染 这个是跟抽烟和肥胖 并列为全球最重要的死因的 那它不只造成肺癌 它包括增加气喘的发作 还包括心脏病与中风的发作 还有失智症的风险都会增加 所以我们有干净的电 却不用 那我们去用高污染的 这样的一个火力发电 对民众造成的伤害是久远的 民众现在照顾自己的健康 知道不要抽烟 然后民众努力的要躲这个新冠病毒 但是民众不能不呼吸 所以政府错误的政策 对社会全面的伤害 这都变成全民跟我们的下一代 再承担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